记者江志雄宜兰报道,宜兰县警局罗东分局在官网PO上辖区成功派出所女警林佳珍美美影片,片子开头写上让大家研究进化一下,警察求评时民警在脸书贴文批评,所以大家看到别的警察就跟看到屎一样脏骂。 罗东分局今天6日下午回应,尊重各界的看法。 罗东分局官网昨天介绍行进女警林佳珍,影片开头就写道让大家研究进化一下,林佳珍今年1月刚毕业,警察工作充满着未知与挑战,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什么事情。 出于食物训练时期的她,正在努力学习把所学与食物结合,人生一样充满未知性,特别珍惜与家人相处时间,努力享受人生,及时行乐是家战的目标。 网友留言正反意见都有,有人称赞水,真的正。 哇塞,这是锦花了吧,我愿意被你抓。 也有湘明三说贵分局消费自己同仁,误化女性,这也是职场性骚扰。 实名警则在脸书写说,警察就是这样把自己搞的格调很低。 媒体爱炒作,锦花也就算了一个分局的官网放女警图,然后说要洗尽大家的眼球。 所以大家看到别的警察就跟看到屎一样脏嘛,但不久后就撤文。 罗东分局解释,期盼透过官网PO文与网友互动,照片拍得相当为美,尊重不同看法,请大家不要过度解。 读之后更发表声明,直指PO文引起广泛讨论,以模糊事情焦点,带给女警当事人困扰与误陷, 为避免衍生争议以先行撤文,日后将审慎PO文做正面宣传。